熊之火 作者安房之子 翻译彭义 啊啊 对面来人了 小森想 虽然听不见声音和脚步声 但小森就是知道 黑暗中 豆粒大小的香烟头的火光一闪一闪地晃动着 哎 小森不由地挥起双手来 在这深山老林里 有几天没撞见人了呢 和同伴们走失了以后 也分辨不出东南西北 就靠着沼泽里的水 摇摇晃晃地走到现在了 扭伤了的右脚重得像一块铅 加上又累又困 眼睛都看不大清楚了 不过 小森的眼睛却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红红的香烟头的火 千真万确是有谁来了 也许是在山里干活的人 要不就是林业局的群业人吧 啊啊 这下得救了 终于得救了 小森挣扎着想 于是身子一下子软了下来 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随着香烟头火光的接近 听得到对方的脚步声了 哒哒哒 这强而有力的声音 就像是一个标形大汉 穿上了胶底短部袜的声音 是一个听上去舒畅的 让人有一种依赖感的声音 好像爹的脚步声啊 小森突然冒出了这样一种感觉 接着就想起了数年前死去的父亲 父亲是一个又高又大的人 小森是兄弟中最小的一个 父亲最疼爱他了 是爹来救我了吗 正在那么恍恍惚惚地想着的时候 一个巨大的影子 莫得出现在小森面前 晚上好 那人冷不防这样说道 声音听上去寒混不清 怪怪的 也许是因为叼着香烟说话的缘故吧 小森刚要说晚上好 可借着星光仔细一看 不由得大吃一惊 原来 对方是一头熊 巨熊用两条腿直挺挺地站着 像普通人一样叼着香烟 而且 熊还戴了一顶草帽 小森浑身直哆嗦 即使是想逃命 已经这么近了 也来不及了 有了 装死 装死装死 小森在熊的面前 笨拙地一头倒了下来 然后闭上眼睛 憋住了呼吸 不过 他却怎么也止不住身体的站立 于是 熊像雷鸣一般地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再怎么 也用不着摆出这么一个姿势啊 说完 熊就重重地坐到了小森的边上 小森把眼睛睁开一条缝 从黑暗中 仿佛传递过来一种熊毛的暖意 而且 从那个巨大的身躯里 还散发出一股让人怀念的干草的味道 熊一边美滋滋地吐了一口烟 一边眺望着星星 哼着笔歌 小森稍稍放下心来 决定不再装死了 他慢慢地爬起来 用干巴巴的声音敲声问道 香烟好抽吗 他是想打一个招呼 于是熊点点头 心情愉快地说 好抽啊 怎么样 你要不要也来一根 真是不巧 我的烟丢了 啊 什么时候 丢到哪里了 呀 昨天还是前天呢 丢在那边的沼泽里了 啊 那么 现在你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呢 什么地方 简单地说我正在回家啊 可是 半道上迷路了 这个时候 不知为什么 小森已经把这头熊当成真的父亲了 而且他有一种心情 想把自己心中的不满全都发泄给他听 小森嘟嘟囔囔地说了起来 说是迷路了 实际上是被同伴们给撇下不管了 因为我的脚扭伤了 落在了后头 一开始 大家对我还挺亲切的 对我贴膏药 让我搭在他们肩膀上 可后来天一黑 熙熙落落地下起雨来的时候 大家的脚步自然就加快了 我终于追不上了 不管我怎么叫 连头也不回了 不知是谁说了 明天是星期一 不上班不行 这叫什么话 人真是冷漠无情 说到底人还是只想着自己啊 熊恩恩地点头 说起来 熊的世界要更有人情味儿吧 小森又补充了一句 他是想讨好熊 然而 熊却猛烈地晃了晃脑袋 没有的是 我们的世界也是一样啊 是吗 是啊 话到这里就切断了 这头熊好像也有什么难言的苦衷似的 熊叹了一口气 嘟囔了一句 呀 不是常说吗 什么弱肉强食 的确如此 一边附和了一句 小森一边想 可这么一头巨熊会败给什么呢 于是 这回熊说了起来 简单地说吧 在熊的世界里 就连挖一个冬眠的洞穴也要激烈竞争 大家都动脑筋想先找一个好地方 而且冬眠之前 必须要吃下大量的东西 这也要竞争 一旦竞争激烈起来 就要开始互相残杀了 那样的话也就没有什么朋友和亲戚了 可你那么一个庞然大物 不会败给别的熊吧 熊眼睛看着地面孤弄了一句 要是我一个怎么都好办 可我还有一个小女儿呀 哎 女儿 是的 也是扭伤了脚啊 听了这话 小森彻底同情起熊来 哦 这就不行了 这种地方腿要是不好使了 想干什么也干不了了 可不 那是好些年前的秋天的事了 熊冲着遥远的星星 拍了一口烟雾 风已经变得相当寒冷了 可是我们还没有做好冬眠的准备 冬穴没有预备好不说 肚子里也是空空的 那一年 雨水特别多 山里的果子和树的果实还没有成熟 就绝大多数都烂掉了 就那么一点食物都被熊们给吃光了 饿着肚子 我们妇女俩并排坐在 纷纷扬扬的飘着小雪的林子里 这时女儿孤弄了一句 爹爹 想去一个远远的地方呢 想去一个一年到头开着花 一年到头都有花秋树红果子的地方去呢 听到这话 不中用的父亲都要掉眼泪了 是啊 要是真的能去那样的地方就好了 熊这种东西 这种时候 就会不顾一切地冲到村庄里吃田里的庄稼 家畜 有时说不定还会吃人 不过 我害怕枪 我一想到要被那家伙砰的一枪打中了 往后 小女儿可怎么办呢 就不能去了 一天 我在林子里用落叶点起了一堆篝火 一边想着红彤彤的花秋树果子 红彤彤的野草莓 红彤彤的石榴一边盯着火 松树的落叶熊熊燃烧 升起一道白色 高得几乎够得昭天了 就在这时 一个魅幻般的情景突然浮现出来 我在烟里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我和女儿 烟里是春天的野山 一片新草的颜色 再仔细一看 这不全是我们最喜欢的甘草 宽冬 观音莲吗 而且再远一点的地方还开着山鹰 女儿兴奋地高声叫了起来 爹爹 去那里哟 我闭上眼睛不行不行地叫着 又冷又饿 两个人不能就这么一直看着幻影吧 然而 就在我闭着眼睛的功夫 女儿已经拖着不听使唤的腿跳到烟里头去了 而且还在那幻影的绿色中来呀来呀地叫我呢 危险 我叫着 想把女儿拉回来 可结果自己也跳到了烟里 不过是一眨眼的事情 怎么样了呢 缓过神来一看 我这不是已经坐在绿草地上了吗 明明跳到了火里 可不但没有被烫伤 也不觉得热 而且 烟的世界里怎么会那么辽阔 心情愉快呢 走啊走啊 春天的野山连绵不断 到处都是让人流口水的蚂蚁窝 蜜蜂窝 小河里还有鱼在游 我和女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吃啊吃啊 吃得肚子都快要撑破了 可喘了一口气的时候 后背突然哆嗦了一下 这才发现 我们还仍然坐在风雪交加的林子里 两手伸向燃尽了的篝火 又变回到了凄惨的没有动冬眠的熊 火一灭 梦幻就结束了 爹爹 把火再烧大一点哟 女儿一边颤抖一边说 再往火里多放点树叶 烧一堆永远也不熄灭的火吧 然后 我们就一直待在里面吧 我也想那么做啊 如果篝火能永远地燃烧下去 我真想一辈子就无忧无虑地待在里头 可是 我知道火是多么的脆弱 就说山火吧 烧上三天也就灭了 我把女儿抱过来 把道理讲给她听 想不到女儿眼珠一转 说 那么爹爹 我们就去山顶吧 女儿手指的山顶的火山口上 有一道白烟笔直地升上天空 那 爹爹 那里烟从来也没有灭过吧 这一想不到的话 让我的脑袋蒙掉了 想了一会儿 那倒也是 这山 一百年前曾经是火山啊 火山口的烟里头 说不定也是像刚才一样的乐园呢 我像烧昏了头似的胡思乱想着 这时 小时候我爹唱过的一首歌 突然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 那是这样的一首歌 火里有熊的乐园 发现了他的家伙是个幸运儿 如果是不灭的火 那就更不得了 能进去的家伙是幸运儿 不过 再也不能回来了 我抱着孩子 猛地站了起来 然后让女儿骑到脖子上 就往山上爬去了 顺着开始嗖嗖地刮起西北风的小道 往山顶 往火山口的烟走去 熊说到这里喘了口气 小三不知不觉地被熊的故事吸引住了 后来呢 火山口里真有熊的乐园吗 有和篝火里一样的春天的野山吗 熊一个劲地点头 有啊 那是一片富饶美丽的森林 女儿和我钻了进去 已经住了很长时间了 从那以后过去几年了呢 我都老了 女儿也到了该出嫁的年龄 现在呀 我们已经完完全全地成了烟的世界里的生命了 嘿 这么说 今天晚上你也是从烟里头来的 是的 最近每天晚上都是 因为有不得不外出的事 所以 我一直在这一带转来转去 可是 能自由出入的烟的国度吗 刚才的那首歌不是说 一旦进去了 最后就出不来了吗 香烟 熊干脆地说 只要我吸着烟 我就能像普通的熊一样 在山里转来转去 也就是说 只有在被烟包围着的时间里 才能待在普通的熊的地方 是这样啊 不过 你究竟有什么事要待在这里呢 待在火山口的烟里头 不是可以和女儿过着悠闲的生活吗 于是 熊久久地凝视着小森 这样说道 我们需要一个像你这样善解人意的年轻人 小森呆呆地张大了嘴巴 于是 熊突然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说 小伙子 来当我的儿子吧 一起去火山口的烟的国度 和我们一起生活吧 小森呆若目击 可我是人啊 你们是熊啊 外貌不一样不是问题 那种事总有办法的 熊说完 不知从哪里掏出一盒香烟 怎么样 来一根 熊说 黑暗中 看不大清楚香烟的牌子 小森连想都没有想 就伸过手去 从烟盒里抽了一根白色的香烟 熊弯下身子 把自己香烟的火借给了小森 红色的火点一下子变成了两个 那股生腾起来的香烟的味道 让小森感觉亲切极了 于是 也就不管它是什么熊的香烟 熊的火了 使劲地吸了起来 就这样 当抽起一根熊的香烟的时候 也就是说 当它从鼻子里 喷出一股白色的烟的那一刻 小森的外貌已经变成了熊 走吧 熊老爹直起身子 天空上流淌着银河 熊在前头急匆匆地走了起来 变成了熊的小森 也慢吞吞地直起身子 跟在后头走去 一边往山上爬 熊老爹一边用好听的声音 唱起了火中乐园的歌 小森也在后头轻轻地哼了起来 心情好得不可思议 虽然扭伤了的右脚还有点疼 但一边被秋天的夜风吹着 一边抽着烟 那就甭提有多么惬意了 成了熊的小森 和熊老爹一起爬到山顶上的时候 真的在火山口的烟里 看到了闪耀着光辉的春天的森林 瞧呀 那里就是我们住的地方 熊老爹一边吐了一口烟 一边得意地用手一指 小森的眼睛也清清楚楚地 看到了那魅惯一般的风景 又岂只是看到了呢 还闻到了娇媚的花香 听到了小鸟的叫声 而且 宽冬 甘草 细竹的芽的味道 强烈地刺激着小森的味 跟在我后头 进到里面去 说完 老爹一闪身就钻进了烟里 已经在绿色中冲他招手了 小森大吸了一口气 闭上了眼睛 怎么搞的 他觉得像是跳到了跳绳的绳子里似的 大胆往前走 对了 快点往前走 喝着老爹的声音 小森往前走去 于是 不知不觉中 自己也疏得进到了烟里头 这太简单了 一点也不费力 你好 有谁说道 一个温柔的声音 睁开眼一看 小森面前站着一个熊姑娘 头上插着红色的石楠花 看上去非常美丽 这就是我的女儿啊 熊老爹高兴地冲小森招呼道 刚到这里来的时候 还只是一个孩子啊 可现在就像你看到的一样 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 该是招女婿的年龄了 我已经这么大岁数了 不知道能活到哪一天 小森正在那里发呆 老爹说 这就要拜托你了 于是 不知从什么地方 拿出来一个旧土罐子 和三个土烧的粗糙的容器 来 用珍藏的酒来干杯吧 一边说 一边重重地坐到了草地上 是这样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小森有了一种中了计的感觉 不过 他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 他想 如果能住在这样心情舒畅的森林里 娶个媳妇 一辈子过上悠闲的日子 不回到人的社会里也没什么不好 小森又恨起那些撇下自己不管的同伴们来了 验尽起村里消费合作社的会计工作来了 也许就那么打算盘和对决算结果过一辈子 还不如当熊幸福呢 也许当小森这样想的时候 小森的心已经开始变成熊的心了 就这样 变成了熊的小森 和媳妇在火伤口的烟里过上了和睦的生活 小森开始右脚还不大好 可是在媳妇的精心护理下彻底好了起来 熊媳妇用爱好的叶子给小森做师傅 他从来都不知道爱好的叶子还是药 呵 这效果太神奇了 叫人吃惊 小森钦佩极了 于是熊媳妇开心地笑了 告诉他说 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也扭伤过脚 用爱好师傅了以后就彻底好了 然后一遍又一遍地说起 住在这片烟的森林里有多舒适来了 这里确实是一个乐园 天气总是那么暖和 不费任何力气就能得到树芽 水果和鱼 更用不着担心饥饿 冬天的寒冷和意想不到的外敌 日子甜静而甘甜地流逝着 不久 媳妇就生了三头可爱的小熊 小森每天不是和小熊们一起下河捉鱼 就是给媳妇编个花环 要不就陪老爹喝酒 现在 老爹整天把自己埋在金雀花丛里 自从给女儿招来了女婿之后 彻底安心了 每天细细地品酒 享受着余生 而且只要一喝酒 就会唱起从前那首歌 歌的后头跟着这样的话 住在烟里的熊不仅仅是我们 很久以前就有过 像大家受伤了的熊 上了岁数没人理的熊 不是住在那边山里的烟中 就是住在海那边喷着小火的倒的烟里头 老爹就是躺着 也在不停地唱着歌 不过 小森是什么时候 从这首歌里听出了一种奇妙的寂寞的语音呢 特别是黄昏的时候 和被风刮的沙沙响的树叶的声音一起听 这首歌是那么让人郁闷 让人伤感 从那天晚上开始 究竟有多少年过去了呢 扭伤了脚 只剩下一个人在黑夜的山里瞎转的小森 那时是那样的讨厌那个世界 所以那天熊关于命运的话 才会刺痛他的心灵 于是才会感到悠闲的生活 在这样一片田径的森林里 是多么幸福 然而一旦习惯了这种幸福 小森又渐渐的可怜及胆怯的自己来了 不知从何时起 小森觉得自己的心里好像开了一个小洞 有空虚的风吹过 而且每当这个时候 他嘴里一定会这样自言自语 应该用别的方法弄齿的 熊媳妇在哄小熊睡觉 听了这话 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小森在心中嘀咕道 是呀 想办法到外面走一趟 到外面去 像个男人的样子去战斗 归根结底 要去创业 挣钱 出人头地 超过别人 不知不觉的变成了人的心情的时候 小森那样想到 而当他变成了熊的心情的时候 又这样想 真想去奋斗战斗 弄点新鲜的活物啊 不 哪怕只是吸上一口 这个冬天来临之前的寒冷的山峰也行啊 一天 熊小森对媳妇这样说 我想到外头去 弄点更好吃的东西 能去求老爹给我一根烟吗 听了这话 媳妇猛然摇头 父亲的烟可不行 父亲已经不抽了 为了不让别人用 早就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什么地方 到底是什么地方 呀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再说 那东西 对我们已经没有必要了 于是小森压低声音 要求道 我只是想到外头吸一口新鲜的空气 马上就回来哟 如果不那样 我都要憋死了 听到这里 媳妇沉思了片刻 然后悄悄地告诉他 父亲把香烟 装到了一个大木头箱子里 上了锁 放到了枕头边上 箱子的钥匙 在父亲的耳朵里 听到这里 小森想 怎么会有这么聪明的老爹呢 从那以后 小森不管是睡着还是醒着 不断地想着那箱子和钥匙的事 然后有一天晚上 他想出来一个好主意 慢腾腾地爬了起来 我出去一下 小森给媳妇丢下这么一句话 就慢慢吞吞地走了起来 朝着老爹睡的金雀花丛走去 月光卸在森林的小路上 干这种事 还真有点于心不安呢 小森觉得自己也够可悲的 结果连我也只是想着自己 熊老爹睡在黄色的金雀花的花丛里 酒喝多了 这会儿睡得正熟 小森在花丛外面试着叫道 爹爹 爹爹 只听老爹喝着呼噜声问 谁 于是 小森像唱歌似的轻声说道 爹爹 爹爹 你从前的朋友想要见你 在烟的外头等着呢 只听老爹用睡得迷迷糊糊的声音说 说什么傻话呢 然后 这样嘟囔道 我哪有一个朋友呀 我倒了大霉 我是一头没有洞穴的熊啊 那也许是你的兄弟 不 说不定是你过去的恋人呢 我刚才听到了 远远的老爹老爹的叫着 那确实是熊的声音 要不就是风声 大夜主的歌声 小森说到这里 金雀花的花丛沙沙的一阵里摇晃 老爹爬了起来 接着 猛地张开血红的嘴眼 叫起来 不管是谁 我也不想见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说的 到底说有什么事 让他回去吧 这时 老爹的耳朵里有什么东西 在月光下闪烁了一下 啊 真的有钥匙 于是 小森鼓足了勇气说 那样的话 老爹 请把烟给我 我一边抽 一边到烟外头 代替老爹去说吧 好好吧 老爹顺从地点了点头 于是 把自己的手伸进耳朵里 掏出一把金色的钥匙 接着 钻进了花丛里 咔哒咔哒 响起了开箱子的声音 当老爹的脸 再探出来的时候 刚点上火的一根香烟 已经递到了小森的面前 给你 一边抽 一边去见吧 然后你替我说 这是我们一家 好不容易才发现的乐园 赶紧回去 接香烟的时候 小森的手有些哆嗦 他还是头一次这样骗人 没事 只要能弄到好吃的 就会原谅我的 心里一边这样嘀咕着 熊小森一边在森林的小路上 走了起来 他一边用舌尖 回味着久别的香烟的味道 一边恍如走在梦中的 小路上似的走着 怎么走 走到什么地方 才能走到烟的外面去 小森完全不知道 等意识到的时候 小森正走在冷嗖嗖的 寒山夜路上 月光把四下照得亮堂堂的 高尾草的碎白晃晃的摇曳着 哦 已经是秋天了 小森黄顾四周 多么让人留恋的秋天啊 草丛里有虫子在叫 下回 带孩子们来玩多好呀 小森这样想到 然后当他要去捡落在脚边的栗子的时候 吃了一惊 自己呢 用在小路上的黑黑的影子 是人的形状 是一个头发乱七八糟的男人的身影 小森摸起自己的身体来 胸 手腕和脚 然后是后背 脸和头发 从上到下 没错 是人的小森 是迷了路 在山里不知徘徊了多少天的年轻人 村消费合作社的职员小森 这 这太叫人吃惊了 小森一屁股坐到了小路上 一阵晕悬 这时 远远的有谁在换自己 喂 小森 小森 小森猛得扬起脸 只见远远的树林里 星星点点地晃动着红色的灯 传来了人的嘈杂声 好像有一大群人正在将这边走过来 喂 在那里抽烟的不是小森吗 是一个朋友的耳熟的声音 小森没支声 太突然了 小森发不出声音来了 而且 小森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人还是熊了 他就那么蹲着 不停地哆嗦着 或就回到了村子里 小森还是恍恍惚惚的 去上班也是心不在焉的 碰见人连话都说不好 所以 村子里的人们完全不知道 小森在这一个星期里究竟干了什么 而且 小森也没有像在烟的世界里那样 渴望挣钱 出人头地的经历了 仍旧还和过去一样 又变成了一个只是蹲在那里打算盘的年轻人 偶尔 小森会遥望着远山的烟响 为什么从那里出来了呢 然后又步步地摇头 嘟囔道 还是 毕竟我是人呢 小森怎么也忘不了熊一家的事 有时 心口会涌起一股震痛般的思恋 说不出为什么 但是他知道 既然已经贸然离开了那里 恢复了人的形状 现在 就再也不可能回去了 这就像人不能和鱼一起住在海里一样 不能和鸟一起住在天上一样 就这样慢慢地过去了一年 接下来这一年的秋天 到了大雁飞过天空的时候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深夜里 小森家的窗户响起了咚咚的敲窗声 晚上好 水在叫 是一个耳熟的声音 小森慢慢地坐了起来 竖起了耳朵 晚上好 请把窗子打开一下好吗 小森吃了一惊 然后连滚带爬地冲到了窗边 嘎吱一声打开了窗户 只见月光中 呆呆地立着一头熊 熊头上插着石南花 你 你 啊 他千真万确 是那头熊媳妇啊 你 究竟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呢 小森的声音嘶哑了 一边烧山一边来的 就是想来看你一眼 母熊一边这样说 一边指着身后的山 抬眼一看 小森啊地叫了起来 熊指的那座山 从山顶到山脚 不 一道弯弯曲曲的火路 已经烧到了小森家的院子前头 就像一条火把的长龙 像一条鲜明的火盒 小森瞪圆了眼睛 倒吸了一口凉气 凝制着这道火蛇 熊悲伤地说 到这火熄灭为止 我就必须回到山顶上去了 然后 母兄弟给小森一根香烟 喂 请跟我回去吧 请抽着它再回去吧 小森用颤抖的手接过香烟 然后问道 老爹还好吧 熊点点头 孩子们还好吧 熊又点点头 是吗 那再好不过了 小森的心里乱极了 说不出是悲伤还是内疚 搭拉着脑袋 接着 眼睛就那么看着地上 把院子里的柿子带去吧 他说 把田里的芋头大葱带去吧 什么都行 全带去吧 一边这样说 小森一边下到田里 取来了好多好多的柿子 芋头和大葱 堆到了一个大筐里 这样干着的时候 他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熊背着筐回去了 山火还在烧着 小森盯着那火 一个晚上没睡 再来呀 常来呀 他这样嘟囔着 然而 这样的事情只有一次就结束了 就是从那时开始 小森渐渐地和人说话了 这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小森逢人便说 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 在山上迷路之后发生的事情 谁听了都觉得有意思 每天不断有新的人来听他讲 不过 没有一个人觉得他是在瞎边 为什么呢 因为那天晚上 母熊一边烧山一边来的那条路上 就像锁链一样 连绵不断地开满了 迄今为止 从未开过的天上之花 那一排红色的花 确实是从小森家的院子开始 一直弯弯严严地延伸到了山边 小森的故事讲到最后 必定是这样结束 熊送给我的香烟 我曾经狠下心来想抽过 但是 它根本就不能用 就像是从地里挖出来的 很久很久以前的香烟似的 湿漉漉的 怎么也点不着 这样 对于我来说 那烟中的森林 就成了我再也去不了的地方 绝对绝对 进不去的世界了